在這三天內,除了學會怎樣做旗手之外 我們都會有一些團隊合作的訓練元素加進去 亦都會有一些元素幫大家認識一下我們國家的升旗儀式 將腰抬高一點,一轉的時候就轉多一點 右腳一樣,同樣道理,拿高一點的腳,轉 我們出手,手形,用右手出來,四隻手指 是,曲,有這樣的形狀 在這個口令的時候,原組是這樣的 這個時候就上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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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來 抬在這裏,知道嗎 國旗是代表國家主權和尊嚴 是我們國家的標誌 再回答我一次,有哪些衣服要檢查? 繩子探望 對了,我們現在就要綁好繩子 記住,我們是逆時針地說的 解勝之前,我們要摸一摸下牛角 因為是一個禮儀爺 來吧 那現在教你怎樣拿支旗 手指握著結位,向前,自己向地上 那拆旗呢?首先,就是一 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三 到下一個步驟了,抖旗 拿著兩隻腳,向外滑一個圓 升國旗,就唱獲歌 好可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辛苦了大家这三天的努力 在总会这里付出了很多汗水 有些还付出了一些泪水 有开心有不开心的经历 多谢各位同学和老师 辛苦了这三天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也多谢我们的教官陪你们三天去做训练 我们给大家一些掌声